大家好,今天是美西时间6月2日,欢迎收看第三期望美独报,我是Cherry 面对中共军事挑战威胁日益增加,美国正在亚洲采取新的军事策略 包括通过将武器装备、部队和指挥所分散到各地前哨基地 使中共更难通过削弱美方任何单一军事设施来发动决定性攻击 华尔街日报一日报道,今年早些时候,美军在菲律宾北端的小型商用机场 拉尔洛机场与菲律宾军方一起进行了训练 这是美军在亚太地区日益增多的前哨基地之一 也是美国为摆脱对大型军事基地严重依赖所采取的一项举措 几十年来,大型军事基地一直是美国在亚洲的关键存在 随着中共导弹库日渐扩大,技术越发先进 这些基地受打击的威胁让他们的安全日益岌岌可危 通过将武器装备、部队和指挥所分散到拉尔洛这样较小的前哨基地 美国希望使中共更难通过削弱任何单一军事设施来发动决定性打击 报道原因美国安全分险是最近进行的战旗模拟 包括假设的因台湾而起的战争 北京方面届时将试图在冲突的早期摧毁美国的主要设施 这些设施中包括位于日本冲绳的加首纳空军基地 这是美国在该地区最大的空军基地 出于对此担忧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今年5月向国会提交了一项议案 呼吁美国军方为其在亚洲的飞机建造更坚固的掩体 美空军高层表示仅靠新的掩体并不能解决问题 他们正在优先考虑一种轴扶模式 这种模式可以将许多飞机从大型基地转移到一系列较小的设施 尤其是当冲突破在眉睫的时候 报道指出 美军上下已经开展了一些行动 行为模式转变的一部分 美国空军正在组建小分队 以便在需要时迅速将偏远岛屿上的简易机场等地点 转变为军用飞机的临时基地 海军陆战队也正进行一种部队转型 目的是能派遣小分队进出西太平洋岛屿 以便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发动袭击 此外 美国也正朝在澳大利亚部署 更多军事资产的方向迈进 当然 也包括靠近台湾 最新在菲律宾进行演习的拉尔洛机场 前不久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亲自主持了一个政治局学习会 在会上 习提出了全党学习自己思想的要求 随后 政治局常委蔡奇要求全党将习思想入脑 入心 入魂 有分析指出 一个人强迫下属以及全国十几亿人都要学习自己的思想 这可能是古今中外的一大奇观 一个民族的顾及不是国力落后文化积弱 而是灵魂的窒息 习思想将左右世界真是天正的不可救药 海外时评人士严纯沟撰文分析中共延安时代率先发明毛泽东思想 毛思想是否放诸四海而皆准 现在以盖棺论定不需争论 至于习近平思想读过一些习的讲话文章 其文章一是大量的空话套话大话 二是对具体问题的指示 什么可做 什么不可做 三是一些大而不当的口号 把一些零碎的东西拼凑起来 不能拼凑出一种思想 充其量只是思想 那对整个社会来说最恐怖的是 一个社会只有一个人的思想 还把这当作至高无上涵盖一切的上方保健 整个社会只有一个人的思想独霸 不准其他人保有自己的想法 结果是每个人的心灵被窒息 社会失去活力 整个民族就会走向寂灭 文章分析 习近平所谓独创性的思想 基本都来自老毛的继续革命论 沉迷于斗争 维护一党独裁 他没有什么新发现 新发明 更无一个是男儿 来自花蕊夫人王国师 狭鹿相逢勇者胜 来自旧狭衣小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妾子李鸿章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说穿了也不值钱 可以说 习近平的思想没有系统性 东一狼头西一棒子 没有一套涵盖主客观世界的总体论述 也没有普遍性 战狼外交与发展外贸各干各的 国进民退与支持司机互为汉格 和平统一与武力威吓彼此抵消 更没有可行性 打外贸战 丢亏弃甲 搞战狼外交 牙齿掉了一地 地产金融并如膏肓 高科技被人卡脖子 反贪越反越贪 自主越自越无主 放眼四顾 习近平说的天花乱坠 只要一干就一地鸡毛 文章最后写到 杰出的思想自有人主动追随 毫无价值的思想 才需要假政府之手去推行 但推行有用吗 毛泽东思想一度风行全世界 现在除了习近平 还有谁记得 一个民族的顾及 不是国力落后文化积弱 是灵魂的窒息 习思想想左右世界 真是天真的不可救药 连续两天 金砖集团外长会议 会里会外聚焦 俄罗斯总统普京 一旦参加接下来的金砖峰会 会不会被南非执行 国际刑事法庭通缉令 而逮捕爆炸性问题 而南非却始终对这个头疼的问题 避而不谈 据法新社二日报道 来自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和南非的 五国外交官 在开普敦举行会议 为八月举行的峰会进行磋商 南非外交部长潘多回避了 一连串关于南非正式邀请 俄罗斯总统普京来 南非参加八月峰会 会不会遭到逮捕的问题 作为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 南非理论上应该在 俄罗斯总统进入南非领土时 将普京逮捕 但这两个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 自侵略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 南非一直拒绝谴责莫斯科 声称他采取中立立场 希望支持对话 这也让西方国家 尤其是盟友担心和不满 据法新社说 稍早前的4月 南非总统希利尔·拉玛·弗萨曾说 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先生的逮捕令 给南非带来了麻烦 据路透社报道 金砖国家外长一日宣称 他们的集团有对抗西方大国的雄心 但他们在南非的会谈 因普京参加8月峰会 是否会被捕的问题 而蒙上阴影 南非外交部长潘多表示 国际刑事法院发出 战争罪逮捕令的对象 普京出席计划 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 金砖国家峰会 南非正在考虑各种选择 不过在新闻发布会上 潘多回遇了有关 普京问题的一系列问题 今年3月 国际刑事法院指控 俄罗斯总统普京犯有战争罪 目前普京尚未证实 他将出席南非金砖峰会的计划 克林姆林公志表示 俄罗斯将以适当水平参与 人民币近期快速贬值 对美元汇率已跌至6个月低点 分析师们表示 由于投资者担心 中国经济的复苏道路崎岖不平 人民币可能进一步走软 一篇来自财经自媒体的文章写到 最近的人民币汇率一路贬值 与A股的流畅下跌 可谓是一唱一鹤 步调一致 无缝衔接 要知道 前一段中国与很多国家都开展了货币互换 按照国内无数财经自媒体的说法 人民币要国际化了 美元霸权都快要衰落了 然而结果是 人民币汇率一路下跌 这不太邪门了吗 其实一点也不邪门 而是大多数老百姓都被这些财经媒体给误导了 文章分析 最近十多年来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化 与中美五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利差变化关系最为密切 自从五月初开始 美元国债收益率开始持续抬升 相比之下 中国的国债收益率持续下降 一升一降两项夹击 人民币可不就快速贬值了吗 进一步的问 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的时候 为什么中国的国债收益率 却在逐渐走低呢 那是因为在美联储加息的同时 中共的央行最近三个月 却一直在引导货币利率下降 如果再进一步奔 为什么中共央行要引导降息呢 那当然就是 因为出口和经济复苏的成色不怎么好了 这方面不用多说 大家也能从周边的环境中感受得到 文章还强调货币互换的真实影响 必须要讲讲 前面几个月 中国与许多国家的央行都搞了大量的货币互换操作 而这种操作在某种程度上说 是最近一段时间 人民币持续快速贬值的主导因素 举个例子 官媒近日报道 阿根廷央行正在推进 续签与中国的货币互换协议 并就扩大货币互换额度 与中方进行谈判 其实答案就是 阿根廷拿到人民币之后 除了一部分用于进口中国的商品和服务之外 还把相当的一部分人民币直接抛售到了离岸市场上 将人民币换成其本身所急缺的美元 同中国签署货币互换协议的国家得到人民币之后 都和阿根廷一样 一部分用于进口中国商品 另一部分抛售到离岸市场上 换成更急需的美元 在这里只想告诉大家 中国搞的货币互换越多 那么接下来一个阶段 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就会越大 路透社的报道指出 近几个月全球需求疲软 促使外国对中国产品的新订单大幅下降 加上中国重新开放的故事不如以前那么吸引人 而且当局没有进一步刺激的迹象 人民币因此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 中共央行似乎可以容忍人民币进一步贬值 在本周调查的十几家全球投资机构中 有一半表示 他们预计今年人民币汇率不会跌破7.3 这个数字是2022年 因中共极端清零政策打击经济而触及的低点 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在对中国的三天访问期间 受到了北京高规格的接待 法国世界报救马斯克的姿态 及其两面派语言刊发了社论 社论写道 马斯克以言论自由绝对主义的名义 接管了社交网络推特 这使得一些最受争议的声音得以重新返回推特 对此马斯克自称是自由意志主义的捍卫者 但作为商人的马斯克 当他的利益受到威胁时 就在北京和上海发出了两面派的语言 在中国被一些人称为爱隆同志的马斯克 对于中共的专制模式 甚至是推特在中国被屏蔽 他都只字未提 在他的中国旅途中 马斯克显然是把他的崇高原则 捍卫者的外衣给收起来了 让他获取大部分财富的电动汽车生产的一半 都来自上海工厂解释了他为什么这么做 社论继续写道 对于马斯克这个如此强大的企业家 他的虚伪不应该比政治家的虚伪 更容易让人们接受 何况最近几个月 马斯克也成为了地缘政治混乱的失动者 2022年10月 他在推特上提出了一个乌克兰和平计划 而引发混乱 因为他的和平计划实际上是支持俄罗斯的领土征服 另外2022年10月和5月 马斯克还两次公开表示支持北京控制台湾 社论写道 马斯克的中国之行也不是一无是处 他至少起到了一个功效 迫使马斯克在中国的整个行程期间 在他自己所拥有的社交网络推特上保持沉默 马斯克的中国之行展示了他真实的姿态 美国之音在美中关系恶化北京被和奉马斯克为座上宾的文章中写道 马斯克本周在中国的三天旋风式访问中 见到政府高官可能比任何美国政治领导人还要多 一方面中共正试图利用马斯克这样的国际商界领袖 重塑自己的开放形象 而另一方面马斯克访华期间的一系列表态 透露出他对西方政界希望在经济上疏远中国这一趋势的抵抗 目前 角逐共和党初选的美国总统参选人 企业家维维克拉马斯瓦米在推特上写道 当中共将我们最杰出的商业领袖和名人变成傀儡 来推进他们的议程时 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真正的风险 这使全球观感向有利于北京的方向倾斜 可悲的是这正在奏效 好了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